《抗疫资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您带来更多更好 更详细的资讯 非常的高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有《抗疫资讯》的外展部周雅丽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大家好 我是《抗疫长期健保》外展部的周雅丽 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主持人好 是 那么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特别邀请来的是吴丹亭小姐 我看到非常年轻非常漂亮的吴丹亭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首先担任我们要请周雅丽来跟我谈谈 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抗疫资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呢 我们抗疫我们抗疫长期健保是主要是 纽约州授权的合法的其中的一间长期医疗健保计划来的 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呢是年长的老人家 还有一些患有长期疾病的人 就是需要的一些人对不对 比如说长期疾病是不是表示说 他这个病已经到了 他自己不能自己照顾自己 是不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 就是慢性疾病就好像有高血压 有关节炎痛风症之类的就是对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老人家 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对对我们欢迎他们过来我们咨询 是就是我们会我们会有很详细的跟他们解释的 是那么你刚刚讲特别讲的授权 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很多人都说 哦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做才好 那到底这个授权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地方授的权 授权是州政府的 州政府授权给我们的 我们是一个合法的合法的机构来的 是我们是全部都是依照政府的 政府的规定来的 是那么比如说是你们服务的范围 你们是既然是合法的 那你们一定有很多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政府有给你们 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护士 有什么是不是 对对我们有护士 我们有我们会帮你申请家庭护理 还有我们会帮你安排那个平安钟 就是你有什么紧急的情况 可以按一下就会有人就是就会救护 就帮助你这样 还有我们会有那些非紧急的接送服务 就是你去看医生啊 你可以提前三天七千四十八小时之前 可以预约车子 我们会有车子接送到你的诊所的 就是说你要去看病都可以啊 就是说很多子女呢 我相信很多的子女 她们可能自己工作很忙 但是老人家可能经常要去看病做个检查 对对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你说叫几个小时之前 四十八个小时 打电话给我们 是 在我们的会员本质上有那个叫车服务的电话 有中英文的 都有是吧 都有 就是说你可以 你不会讲英文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不是 也不需要紧张 对 那还有什么呢 我们会有一些日间的 常日间的 daycare daycare 日间的公司 还有我们会有一些小聚餐 聚餐的地方可以提供给他们 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 哦 我觉得我已经有了 我固定的有了 我经常去看哪个医生 或哪个护士 或者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都有了 可不可以保持呢 一般的家庭医生 我们都不会更改的 因为家庭医生是跟红兰卡的 我们只是使用我们会员的白卡 帮他申请护理 更改的部分只有牙科 脚科 是 牙科脚科 对 还有可以帮他们就是申请那个助听器 是这样子的哦 是不是 那会不会就说 我以前看了很多我要去 比如说daycare我要去多一点天 那么会不会就觉得 你不可以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这个要当时 要当我们会员进来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的注册护士 就是要做一个健康的评估 是 评估完之后 他会就是病人当天就会知道 有多少天会有护理 还有多少天的就是成人日监中心这样 假如说你的身体真的需要 那我相信我们的护理也真的会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是不是 对 对 会帮他们做饭啊 买菜啊 帮他们就是好像叫车服务的 都他们都可以 都可以来处理 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daycare几天 然后你可以在家里请这个医疗的护理多少天 可以 都可以是不是 那假如有很多人讲说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找谁 我刚刚加入 刚刚加入就是我们我们加入的话 那你你之前加入可以到我我们公司来 就是我可以帮我可以帮到你填表之类 如果一旦就是跟就是我们进入了成为我们的会员 就是做好了评估做好了全部的就是paper word 就是这个行政的行政 对 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医务经理跟着你的 有一个医务经理他会每个星期打电话给你 给你问个好就是看你有什么需要 还可以帮你就是订一些 订那些料片 还有那些就是那个worker 就是手帐 就是手帐 手帐 对 对 帮助行走的东西 是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如说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看哪个医生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去哪个daycare 是不是你们也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帮他做一个选择呢 一般我们是问他们住在哪里的 是 是 如果他是附近就是比较相近的地方有一个daycare的话呢 我们会就是就是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是 对 咨询他们一下 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就问他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 也就是说你会帮他们去选择一个你们头先评估适合他的 对 在我们合约就在我们合约下的一些日间成人的活动中心 是 这样子 那有没有人我就很好奇有没有一些爸爸妈妈长辈 他们就说头先我就觉得这个很好 可是两三天我就觉得我想换 会不会这样 换 换一个daycare中心或者换一个护理人员 有没有这样行销 有有有 因为现在就有些情况是跟护理就是有时候沟通不好可能不喜欢那个护理 那现在呢我们政府呢就就是推推出了一个就是不是新的已经已经有的一个政策 是 是一个就是消费者主导的计划 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子女来照顾我们的年老的家人 对我们真的很感谢周雅迪奥但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让武丹亭在旁边坐了这么久来听我们两个人讲 你是不是也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介绍给我们的时讯给我们谈一谈 对大家好 没关系 所以那个都好多那个知识是关于那个长级护理服务都有跟我们都有那个联系的 这个是对 因为周小姐她说那个这个消费者主导这个个人服务呢这个计划呢是不是新的了 之前也有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开始弄这个我们新的有这个合约可以也弄这些档案 是我现在就是打个钞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的 表示说这一定要经过一个审核批准才可以做这些事情吗 对现在我们是新的有一个合约跟抗议他们的长期护理计划 那就可以给公公婆婆他们就有这个父母了 平常呢那个都是有牌的护理员去照顾他们 但是现在呢有另外一个选择 是什么样的选择告诉我们 对 大家都是好兴奋 对 对这个呢有三个需要的就是公公婆婆她们一定要有白卡 条件啊 这个条件 对 没错 还有呢就是有需要护理一百天的护理照顾 一百二十天一年以内有一百二十天需要 他们申请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需要一百二十天的护理照顾 这个呢他们会有一个评估 做一个护士进去做个评估 他们批了这个长期护理服务以后呢 然后有一个选择的人就是想帮他们做这个工作 也不想要一个这个有牌那个护理员呢 这个就是可以选择 我明白了 意思就是说我要选择一个我喜欢的我觉得舒服的 比如说我的儿女啊我的好朋友啊是不是这样 没错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 另外呢还有两个要求呢 第一个是白卡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进去那个长期护理接化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可以一起住的 跟这个不可以住在一块吗 对啊 也就是说父母亲跟子女没有住在一块才行 如果住在一块就不行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可以老公照顾老婆这样 那个配偶不可以 还有另外那个就是家长不可以照顾这个小孩子 就是爸爸妈妈不可以照顾小孩 没错啦 对你可以照顾但是就不能在这个计划之下 对不对 就是啦 那夫妻之间也不可以 那侄女对父母亲可以 对对对对那个也行的 对那么邻居啊好朋友都可以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呢 这个呢因为有好多公公婆婆呢 她们就是有个人的性格 是 我们老爸老妈有时候她就有一些选择 就是说喜欢这个人啊 有时候忘掉了谁是那个记性不好 就是熟悉熟悉的人 对对自己见惯的人 就是这个选择 她觉得比较舒服来到我家 我觉得不别扭了 没错啦 甚至会不会有人就说 我特别选一个 我的同乡 讲话有共同的语言啊 就是啦 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夫妻之间就不行了 夫妻因为她 她们就是好像有一个定书 就是说夫妻她们一定要照顾对方 这样 本来就应该照顾 就是啦 对不对 但是这个呢就是经过我们公司这样 就是会办那个粗粮而已 就是如果是家人朋友照顾呢 就是经过我们公司去弄这个守折 哦 去审核一下看到底合不合这个规定 对对对 那么子女照顾的意思也就是说 因为子女要生活呀 是不是她们也可以拿到一点工资呢 对对也是 那个工资呢就是经过我们 我就帮她们登记 登记完以后呢就是 会粗粮经过我们公司的 是 那我就要问一下 这样子的照顾 会不会就是她们不够专业呢 会不会 其实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也挺蛮好的 是 因为就是提供一个机会 给我们孝顺一下父母这样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计划呢是需要 那个老人家是清醒的 清醒的话呢 她会因为她是主导 也就是说没有脑部的一些疾病 没有 对 遗忘症啊什么的老人家 对对对 没有的就是她会 因为她会指导你 她会就是她会担任培训 是指导 还有一些 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 你可以解雇那个人那些的 那些的权利的 是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 我就稍微明白了一点 好像就是说 这个需要照顾的 不管是老人家 或者你受到伤害的人呢 你是主人 对 你可以去决定我要谁 或者我不要谁 对 是不是这样 那就会觉得很舒服了 那同时我也知道 抗议之星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 对 可以为大家服务 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 在华部的7号Division 街3楼 是我们抗议长期社区的地址 对啊 像是好像还做过一个open house 要给大家参观 对 有一个开幕的 是 地微城街 中国城 地微城街 7号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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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字幕 会给大家拿出来 我们也会把电话号码再说一遍 好吗 电话号码是718-704-9227 好的 718-704-9227 我想这个很清楚了 不过我们还是会打球 好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节目中 一定得到了很多的资讯 希望对你都有所帮助 当然也非常感谢 周雅丽跟武丹亭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别忘了在这个月的 第四个礼拜三的晚上9点钟 再度的收看我们的抗议资讯